你就直接告诉我 如何才能乖乖地嫁与陈将军 这就对了嘛 好好谈条件 总好过把我当猴耍 莫歇 有人 快快快 慢点 慢点 莫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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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是 我阿天阿娘 要将你许配给程文德做妻 春雪 你先下去吧 没有我的吩咐不要进来 是 坐这儿 快 你先拿上这些东西 赶紧逃跑 为何不走 我先前是因为有我阿爹阿娘 我怕连累到他们我才不走的 但你不一样 你照顾好你自己便可以了 眼下荆州城都在叛军的手里 我能走去哪儿呢 那你也装病 就找上次那大夫 你不是常说 有钱能使鬼退磨吗 这次不一样 那个姓陈的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 名声早就传扬出去了 哪还有大夫敢来为我作证说谎呢 那这可如何是好 这个姓陈的 如果真要我去伺候他 我得让他终身难忘 莫贤 你千万不能冲动 我的事你就别管了 这些东西你拿好 你的手势剩得也不多了 以后省着点用 这些年 我也不知道占了你多少 日后再慢慢还吧 凤瑶 若是没有热后的话 下辈子就让我来当你姐姐 给你洗衣做饭 莫贤 是 听说你有话要跟我们说 二叔 二叔母 听说你们要把我献给那个陈将军 这婚姻大事本来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哪儿轮得到你来智慧 越来越放肆了 二叔母 您可别忘了 我姓唐 根本没上百家族谱 可算不得百家人 这会儿不装风卖傻了 看来是翅膀硬了 敢顶嘴了 莫贤 你姐 这一切是因为 你娘的见吉之故 出生在花街柳巷 那个地方 我都没去了 所以想把你纳入白家的族谱 这事儿的确有点难 你看你从小这么大 一直 吃啊喝啊用的 把你拉扯到现在 只因为你现在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才给你张罗的这门亲事 你们口中的亲事 就是把我送与人做妾 那你们可真是对得起 我九泉之下的阿爹呀 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 你是外事所处 你阿娘出山青楼 像你这样的绅士 哪个贵州之家的郎君 愿意娶你呀 现在陈将军 掌管着整个荆州城 这说不准 将来就是封疆列土的王侯 你要是嫁给他做钱 那是你的福气 这福气我可销售不起 再说了 您把这话说得这么好听 那这福气我得让给凤瑶啊 他若是不肯 您娘家 不是还有好几个侄女吗 你 你太放肆了 你们想把我给卖了 还想让我给你们数钱 莫喜 你这个样子 太粗鲁了 根本就不像白家的小娘子 你要是这样嫁过去 陈将军必定不喜 我说过了 我姓唐 不秀你们白家的白 虽然你的出身并不光彩 但是现下 既然你要嫁给陈将军做妾 自然会让你信家谱的 你是白代老爷的庶女 这一点无庸置疑 这给猪披红挂彩呢 是为了给她卖个好价钱 但到头来啊 还是要被人宰杀吃肉的 要我信你们的鬼话 那我还真是比猪还蠢 你 你这个野丫头 他拐拐骂你是猪 莫喜 我们当长辈的 不和你有口舌之争 什么猪带花不带花的 不谈这些 你就直接告诉我 如何才能 乖乖地嫁与陈将军 这就对了嘛 好好谈条件 总好过把我当猴耍 哎呀 我的条件啊 有三个 慢点啊 小心跑啊 看着点啊 小心啊 不用进屋 放院子就行了 娘子 放这边 走 来 好 娘子你看 这都是首饰 你看这货 多好呀 快点啊 放那儿 来 放下 放下 我把它打开吧 好 快快快 后面快点啊 小心啊 哎 哎 打开 娘子 你看 这东西都齐了 请你轻点 行 东西我都收下了 你们退卸吧 是 是 都回吧 回吧啊 好 是 看哈 动手 车子 好 哎呀 遗迟 遗迟 你当真要嫁吗 这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 这陈家那么大的势力 你们八家上下都得罪不起 我跟你阿爹阿娘都说好了 有这些绫罗绸缎 才会傍身也不错啊 这可真不死你会说的话 你知我一向奸华 自然不会去做这鸡蛋碰石头的事 再说了 你也知我爱财 好歹也没叫你阿爹阿娘 白白把我给发卖了 莫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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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嫁给他 这个陈文德他喜怒无常 他眨人不眨眼的 事已至此 你哭也没用啊 莫歇 你逃吧 你不怕因为我的事牵连你全家 那 我们可以想一个巧妙的法子 或许以后会有更巧妙的法子 但眼下你只怕要先把我准备嫁妆了 你不介意把你的嫁妆先挪给我用吧 你们家剩的绫罗绸缎跟金银宝器 可没剩多少了 莫歇 莫歇 你瞧瞧你 还是那么爱哭 如果以后有一天我真的走了 你可怎么办才好 莫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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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